最近休赛期有个野鸡赛事 美其名曰绝活杯 为何叫绝活 因为根据规则 每队可选一位绝活英雄 又叫天命英雄 也就是说可以无限用的英雄 这下到好 队伍核心练一个绝活英雄 每天从早打到完 于是一诺体验了一波天命损赏箱之后 直接玩吐了宣布退赛 昨天去赏诺队的AG 1比4败走E-Star 很多小伙伴想让我说说这比赛 你说这比赛诺队都请假不想玩了 而且也没有官方直播 你品你细品 不过前段时间 虎牙梦之队与韩寒狗老师等人 复刻KPL抽绝阵容的比赛 最近似乎很多人看了相关视频 过来私信跟我理论 你看看梦之队拿AG同样的阵容 结果呢 玩越有韩寒DYG的阵容 请问越关了BP哪里有问题 明明就是队员实力不行 我强的不服就服你 即使相同的英雄 但更关键的是要看谁玩呀 第一局梦之队这边跟AG一模一样的阵容 北木复刻坦坦狼龄王打野 口袋复刻E-No大和孙上香 赖神6.6附体改名赖点赖 而此时发现对面的前四手复刻DYG 最后一轮狗老师本应该玩龚寸林 结果完全不会 那怎么办 之后违规掏出自己的世界级后裔 而DYG这套阵容的另一大关键 牙齿英雄 白脸手约也没人干完 之后交给韩寒 两分钟北木红须草丛端了一波敏月 呆呆毫无察觉 北木轻松单伤 如果是DYG轻轻玩到招牌敏月 结果是怎样的呢 再来看看首约的差距 DYG消绝百步穿扬 巨的一诺瑟瑟发抖 而韩寒的首约 大招加上线都逃不过被干渴的命运 郭老师世界级后一 居然赶一个人到这个位置 清线 北木152技能没有标准 还是打宝宝一样 完成单伤 干位 完了完了 清清来了 清清来了 黄yin 没事没事 没事 可以杀 好 呦呦 m 就 在刮杀干领 dale与弯 拉临挡 这 拉丽挡 拉丽挡 就拉丽挡 兄弟们 好 这样 优手 差 对 可 来 希望 кв esque 12分钟开始虐拳了 孟智AG队轻松碾压TOTDYG队 相同的阵容效果却截然相放 从这得出完全不是阵容的问题 而是AG队员既不如人 看似好有道理的样子 我想说有本事孟智队拿这套阵容 去跟真正的DYG打一场 如果他们还能赢 那我服 确实是队员既不如人